這有關於四萬院現在提出的版本 導述第二項 四萬院對於於庭長任期中 如發現有具體施政 如任其有不施政庭長的行事者 得對其免兼庭長職務 這個是有宣誓性 這要透過什麼機制 應該要跟第十條一起來談 這樣一個概括性條款 要透過什麼機制 要不要請靈秘書長說明一下 這一條的規定 這個主要的精神就是說 我們這個免兼的 這個不適任的 有這種情勢 可以對他免兼 這樣的權限是規定在法官法裡面 那至於那個怎麼樣 透過一個什麼樣的機制 我們可以在那個執法裡面來規定 應該談清楚 院長庭長免兼那些相關的辦法 因為要跟免兼 算完重大事情 當然這個條文看起來是 大家不會有意見 如果不施政 就具體施政 不用做就不用做 但是這個要透過什麼機制來處理這個事情 這個東西應該寫信 就是送人審會 還是怎麼樣 但是 我們在前面已經討論過 就是說 他那個庭長的免間 他有一個審查會 一個審查委員 然後還要 還要送人審會 對對 那因為審查會 這個和第十條有呼應 他有版本不太一樣 因為版本是把審查會寫進來 既然你本來就有這個機制 有兩個官 人審會 那個審查會 審查會人審會 所以這兩個是應該呼應的 對啊 所以這個和第十條應該有一點呼應 他跟第十條應該是有些聯動 有聯動的 第十一條 我們就佔以保留 佔以保留 現在